這個案子是局部脫皮的11年 然後之後他被診動為9招跟直鬥 然後他用了肋骨蠢以後你可以發覺他的那個毛 毛孔的比較 眼睛周圍的毛孔死的比較少 然後這邊的毛孔死的比較多 這些我們有很多很多這種案子 包括他的那個後肌的變化 他的皮垢的堵塞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那個其他變化 我們其實很多看到在紋路上都可以很細很細的微小去評估他 那最後再跟各位講一下那個 我們常常在講說去角質 然後我們常常在講說什麼毛孔堵塞的打開有沒有 好這個部分 毛孔堵塞打開我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是我們某些特殊處理後 就是早期各位一直在聽說裹刷漢布裹刷漢布 事實上這張不是裹刷漢布 這張是用某種那個悶膠去悶他 悶完以後你會發覺他的紋路變 第一個他從右邊變 從左邊變右邊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的紋路跑出來 而且他有一顆一個白白的 那個是毛孔裡頭的粉刺真的離開 就是很容易離開這樣 然後但是並不是每次移除都這麼方便 你會發覺他有時候一移除也只能移除一些像這個圖 你就看到移除一些比較簡單的事情而已 然後在這裡還有就是他的那個 皮膚的紋路啦 他的皮膚毛孔這些我們都可以從這裡面看到 我剛剛好像有一個Alice明流 白淨敏感譬如如肉眼無明顯現象 但五四燈有局部泛白 加上阻塑可否預測他會惡化 呃 預測方向這件事要兩張圖 我跟各位講一個故事好了齁 這位是Alice明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台灣人齁 我們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第一個 嗯我在台北 你猜我會往基隆去還是往桃園去 單點是沒辦法討論好嗎 就是說如果今天在台北 明天在南港 後天在七度 你就會猜我是往基隆去 所以第一個 任何一個東西不管是五四燈或五四倍 單點我們只知道他大概現在在台北 我們只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五四燈有局部泛白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發現五四燈的泛白通常是代表乾燥 通常代表乾燥 然後這個乾燥可能是螢光氣造成的乾燥 可能是角質代謝之後 它的沒有辦法被溶解的乾燥 Anyway我們目前知道是局部泛白這件事情 它代表是乾燥 可是這個乾燥 它會不會惡化要看它接下來 就是比如說再過一個禮拜我們拍 如果它的白越來越明顯 我們就知道它乾燥加劇 如果它的白比較不明顯的我們就知道它乾燥減低 所以事實上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我們會知道我們可以診斷沒有辦法預測 就是說我可以知道說這個人來找我 我只要看到他的五四燈是白的 我就跟他說你現在臉乾乾的然後有點脫屑這樣子 然後他通常會同意 這個比肉眼看準確多了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張 就是說 肌膚監測在這麼多的經驗裡面 它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至少知道的是 各位在用保養品的時候 常常聽到那個保養品廠商跟你講說 你的臉是排毒 或者你的臉是刺激 事實上我這樣跟各位講好了 肌膚監測 肌膚監測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長久的追蹤 所以比如說我們就說 用你的新護膚品 臉又紅又癢 算是過敏來排毒 這件事情其實 目前皮膚科醫師很討厭保養品廠商說這是排毒 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不是排毒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個病人他願意繼續用 你給他追蹤了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如果他是排毒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毒 對吧 所以你排完以後他的情況會減少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用監測的時候你也會看得出來 如果他是刺激他就越來越明顯 就是說 刺激性皮膚炎或者過敏性皮膚炎你越用他越厲害 如果他是排毒他當然越來越低 但是這時候你可能要花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才能知道 但是如果你用監測每一個禮拜拍一次 每一個禮拜拍一次 你會有機會看到他上去下來上去下來的波段 就是說如果你要用肉眼看到波段 他可能每四個月六個月才是一個波段 可是你用放大來看他可能三到五天啊 或者是兩個禮拜左右他就有一個波段 你勉強可以看出他波形 所以如果他堅持說他的保養品是排毒 你看到波形你大概可以理解 好